在了解了网站的备份跟还原之后 而且我们对于珠博系统相关的设定也都做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也就是把网站搬到主机代管公司这边 来进行正式的营运 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关于把网站搬到主机代管公司这里 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操作的步骤 当你要把开发的网站搬到主机代管公司 成为一个正式的网站并且进行营运 我们主要的步骤有三个 第一个步骤是把整个Drupal网站的目录搬过去 在这边我会建议的工具是使用FileZita这一套工具 这是一个免费而且又强大的一套FTP工具 你可以利用各种搜寻引擎来搜寻FileZita 你就可以找到它 至于将我们的网站要搬到主机代管公司的哪里 这个请你参考主机代管公司的说明 我们主要考虑的有两个事项 第一个是要搬到哪个路径底下 第二个要设定什么权限 尤其如果我们是在Windows底下进行开发 而最后主机要搬到主机代管公司的Unix主机里头去 可能有时候这些权限要调整一下 才能够让网站本身的相关档案能够顺畅的存取 第二个就是搬移我们的资料库 在这边建议的工具呢 当然也是PHPMyAdmin 在绝大多数的主机代管公司 几乎都有PHPMyAdmin这套工具 而且我们也是利用PHPMyAdmin 把我们的资料库备份下来 所以被问下来之后 再到主机代管公司所提供的PHPMyAdmin 将我们的资料库在那边还原回去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的资料库就建置起来了 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个注意事项 PHPMyAdmin的设定 很多家公司的设定方法都不同 有一些公司本身可能需要你先建立资料库以后 才能够进行还原的动作 因此当你使用主机代管公司的PHPMyAdmin 来进行你的资料库还原的时候 如果碰到一些问题而无法还原成功 请先不要紧张 先看一下本身它所提供的方法 然后再将你的资料库重新把它 按照对应的方法把它备份下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排除还原上所碰到的问题 最后针对我们放到主机代管公司的 Drupal网站的相关档案 我们要做一下设定 设定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网站跟目录底下的HTSS 这是Apache控制网站的存取的控制档 这个可能要配合主机代管公司 他们的一些设定来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通常这些设定的很简单 而且真的有一些设定上的要求 主机代管公司也会有说明文件 再来是我们Drupal网站的基本设定档 也就是Settings.php 这个Settings.php 放置在Sites Default这个目录底下 在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都是使用单一网站设计的方式 来进行Drupal网站的设定 所以你直接在Sites Default这个目录底下 就可以找到Settings.php 如果你是使用多网站开发的情况下 那么你可能还要在往下的直目录再往下寻找 那么你的Settings.php 可能会是在Sites Default底下的直目录底下 OK了解了以上的操作 在这一节课程中 我们针对修改设定Settings.php 再做细节的说明 OK现在我们先把Settings.php把它调出来 我们先开启档案总管 再来来到我们网站的根目录底下 以我的系统来说 我采用的是在基草里头的Temp D703这个版本 再来到它网站放置的路径 我们的网站是MyDrupal 7 进来以后来到Sites 再来来到Default OK在这里有一个Settings.php这个档案 Drupal依据资讯安全的考量 通常会把Settings.php 锁定成为是一个维读档 因此如果我们要修改它的话 要先把它的维读先解开来 我们按右键叫出右键功能表 再来点按它的内容 进来以后 确定一下这份档案是否是维读的 如果是的话 请你把它取消勾选 然后按确定 解开维读以后 接下来利用你喜欢的文字编辑器把它叫出来 叫进来之后 我们要修改的主要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大约是在第40多列的地方 在40系列这地方有一个Database的设定 这里有相关很多的说明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通常在这一段说明下面就有Database的设定 在这里 上面Database的设定说明完成之后 下面这里就有一个Database的正式设定 这是我们要修改的地方 这个Database的设定是利用PHP array的语法来完成 要修改它其实也很简单 你只要看每一个array里头的元素 在它元素前面都有一个key 例如说这里有一个Database 我们的资料库名称建立完成之后 就叫做MyDruple7 请你把正确的资料库名称填在这里 再来 连结这个资料库的使用者账号 以及连结这个资料库使用的密码 再来是我们的host 也就是MySQL的host端 这个呢 请你根据主机代管公司 所提供给你的主机位置 填进来 再来是MySQL本身所使用的通讯铺 至于driver跟prefix 前导资源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用修改的 当你把Database 连结的设定设定好之后 我们的Druple7系统 才能够存取到资料库 第二个设定要注意的地方 是BaseURL 在下面一点的地方 OK 大约是在220多列 230列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BaseURL的设定 而且它说这个设定是选择性的 也就是说 你不一定要设定它 这里有提到 如果Druple7 针对你的网站 所提供的网址 不正确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地方 可能你要来做一下调整 调整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网站实际的位置 填在这个BaseURL 这个参数底下 而且呢 如果你要修改这个参数的情况下 请你把前面的注解字源 这个警字号把它拿掉 例如像这个样子 拿掉之后 你可以发现 它本身这个语法就生效了 我先把注解字源放回去 把它关闭起来 在这个settings.php的文件里头 看起来文字相当多 其实你不用紧张 它的相关设定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只有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Database的连结设定 另外一个是BaseURL 这个设定 其他地方呢 你看看就好 甚至不看也没有关系 翻译好了你的档案 也翻译好了你的资料库 同时呢 把相关的设定 包括settings.php都设定好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利用你的浏览器 打上你的正式营运的网址 恭喜你 你就可以开启正式营运的Drupal 7的网站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如何删除网站 我们在开发Drupal网站的过程中 可能会建置了几个Drupal 7的网站 那么在这些开发测试使用的Drupal网站 在整个开发完成之后 他们可能需要工程升退 来接生我们系统中的资源跟空间 如果要删除一个网站的话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也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它的档案 第二个是它的资料库 我们来到档案总管这个地方 假如买Drupal 7这个网站 现在要工程升退了 我们想要把它删除 你可以来到Drupal里头的网站跟目录底下 将这个MyDrupal 7网站的整个路径呢 把它删除掉 这是第一栋 第二栋是要删除它的资料库 我们可以来到 我们现在开发了这台电脑里头的PHPMyAdmin 进来到PHPMyAdmin的首页之后 再来点按资料库的页签 然后勾选你想要删除的资料库 接下来点按删除 整个资料库就删除掉了 OK 这样子的话 这个网站也就从你的电脑里头消失了 OK 以上这一节的说明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